一能净健身晒美照 前途后翘路满腰抢镜48岁女星一能 竟睽睽八年 上周三寿度在台湾公开路面 出席家福中心公益活动 他与秦浩在婚后以家庭为重 目前呈现半退出演艺圈 在家除了照顾女儿 就是积极从事重量训练瘦身 效果显着 一能净小满腰相当纤细 翻舍自一能净威我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 一能净常在微博分享健身美照 做他大晒一组前 突后翘小路满腰美照 十分享境 一能净透 鲁自己听从老公秦浩的建议 大做重量训练 即也提高新陈代谢 我还摸索属于自己的饮食方式 一个月瘦身效果就十分明显 虽然呈现半眼退状态 一能进的居家生活 还是挺忙碌呢 周杰伦这次来真的 小孩正面照曝光周董贴出 神似自己的小孩照 周杰伦 周董 和昆凌结婚三年多 已有两岁多代女小周周 哈德尔韦 和不到一岁的儿子Romeo 夫妻为保护小孩 正面照从未曝光 周董21日罕见在IG预告 即将公开女儿正面照 想不到照片却惹正怒 22日他又贴出一张小孩照 虽他未证实是否自己的 但许多眼见的粉丝却表示 是周董儿子 周董 22日在IG贴出一张小孩 趴着的照片 写着 朋友喜欢眼睛真大 还放了一张思考的表情符号 但照片中的小孩和周董相当神似 让许多粉丝疑惑 这是你的吧 朋友的小孩 也有人笃定这张照片的孩子 就是Romeo 前一天周董承诺要贴出女儿正面照 却换来助理大逆的照片 今天虽贴出真的小孩照 周董却大打模糊仗 不禁让粉丝级的跳脚 交文想知道孩子真面目 周杰 伦 昆林 至于下游九日就结婚 宋仲姬宋慧桥派脱行街 被捕获 双宋将于本月底拉埋天窗 距离大婚之日至于下九天 现年32岁的韩国男神宋仲姬 与合作神剧太阳的后衛的35岁女星宋慧桥 将于本月31日举行设计婚礼 距离大婚之日至于下九天 而双宋的粉丝同样心情兴奋 更不是分享两口子的最细动向 昨日便有网民上 传双宋拍拖逛街的断片 二人在一名女友人同行下 一起去了SHOPIN MOW逛街 带帽及穿上大旅的宋仲姬航鲜 他更对着镜头微微鞠躬 而行在最后的宋慧桥义有微微点头 二人也十分亲切 此外 准新娘宋慧桥早前低调前往美国一趟 为时尚杂志拍摄封面及写真 亦使他婚前最后一次 为杂志拍摄镜像 他在访问中坦然没有刻意规划过自己的人生 只是顺其自然果然就到了今天 他优位现在对于任何事 他都只记下美好的一面 时间过去之后 那些辛苦的记忆都消失了 就如以前很讨厌的人 现在他也不怎样讨厌了 只希望大家也好好的生活 至于问他怎样才算是好好生活 他表示没有发生不好或是遇上大件事 平安地度过每一瞬间 无论是开心或是难过的事 都能跟自己有共鸣 及他所爱的一人一起 即使对方只是在餐桌上坐在他身旁 他也觉得很幸福 不过爱拳尘尸射尿死人 崔石元被网民要求退出新剧 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SG 成员崔石元家人所养的法国斗牛犬 早前咬伤经营韩国餐厅的53岁金星老板 对方起后因败血症死亡 而SBS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News8昨晚公开事发当晚 升降机内拍的壁录电视片段 画面可见当时未有戴上狗带机口罩的 Bugsy在升降机门打开后 即冲上前咬住金某的左脚 而当时负责带住Bugsy的女子 剑撞机迅速拉住Bugsy的尾巴 并拉走她 惨遭咬伤的金某表现惊慌 待该名女子与Bugsy离开后 她才与家人乘搭升降机返家处理伤口 据悉金某是在上月30日被咬伤 之后曾到医院接受治疗 但未有留意 其后她感到伤口剧痛再往医院 至本月6日因败血症而死亡 而崔史源昨日曾在社交网上载道歉文 向死者和死者家属道歉及致癌 坦言因一时疏忽倒 这惨剧发生又称正做深切反省 而崔史源曾在社交网上载Bugsy的照片 知爱犬见到什么都会有 故不少网民炮轰崔家没管理好爱犬 明知爱犬有攻击性 却没有为她戴上口罩 至于崔史源与江苏拉和演的TVN新剧变鹤的爱情 正在播映中 昨晚播出最新一集 收视由上期3.5%下跌至2.8% 而过去两天也有不少网民 在该剧官网习惯 要求崔史源退出剧集 由观众留言指摘她 太厚脸皮 并要求她停工反省 此外 崔史源原定有份参与SG于下月6日推出的新叠回归活动 亦恐受今次事件影响